举例来说我想要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设定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到时候现在要放什么图我还没决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插入底下图片预留位置 等一下插入页面 就是这个东西 插入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那这个地方限制的大小就是这么大 然后呢 点它日后你可以 例如说上网去找 例如说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搜寻 或者是从我的电脑里面 我的电脑里面找既有的图片 例如说我把这一张插入进来 那原则上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大小 它会比现在我的这个范围可能不是同比例 但是它只会插入到这个范围 它不会再去做变更 那这张图片也可以跟别张图片产生这样子一个对调 这都是可以做的 只要你插入图片完毕之后 它就变成可以去做图片对调 去做图片的交换 交换 那我再做一次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插入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这个图片预留位置呢 假设我们先设定好大小 设定好大小 好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把它剪下 因为这张它其实已经做了 但是我不晓得它做到哪里 去贴上 坐在这边 好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这个地方哦 是我刻意要去放一个图片的 假设这边我要去放一个图片 这个位置 然后 然后我可以快速点两下 然后例如说去从档案里面去找 或从并里面来去找 OK 那例如说我从一样 从档案来去找 找一张图片好了 找这张图片插入 插入之后呢 一样可以跟别张图片去产生交换 交换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 好 那这张图片 这个位置固定就是要放图片就对了 好 只是暂时我们可能是用空白的方式 空白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请你们来去做 这个插入底下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因为我刚刚这一边我的那两张已经做好那个范例呢 快当掉了 所以我现在换另外一个 我看一个新的档案 那有时候我会去插入插入这个word的文件 我们刚刚不是都用复制贴过来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插入 插入档案 然后直接去找刚刚的那个word档案 我们先做第一个就是这个短短的文件 word文书处理提升工作效率 这个word文件确定 因为我刚刚当掉好那我就换我刚刚给你们的这个OBIS 2010 tip 40招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他会先去做一个就是popular ratio正在转换这个档案 因为我那个范例还蛮大的 好那你看一下 我总共我还是要先看一下刚刚这个档案 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档案内容是什么 快速点两下 打开这个原本这个OBIS 2010 tip 40招 您看一下总共42页 有看到就是在word里面是42页 没错 然后在popular ratio这边 我们来去看41页 好拉到最前面 这是第一页 这是刚刚看到的第一页 这是我的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边第二页第三页 依此类推 他这边总共40页 是不是跟word这边会有点不一样 这样可以了解 他是排版上面的差异 这个还好排版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word 你该知道后面可能会留下一点点空间 他可能就跳到下一页去 那popular ratio这边 他会依照现有的所有word文件里面那种全部都塞进去 因为这方便等一下我们介绍那个 例如说汇出 汇出 这汇出我们牵扯到要印刷还是要做成什么样形式的档案 所以在这个地方插入档案 然后其实可以把word档案叫进来 把那个pdf档案叫进来 可以吗 就是一样的做法 所以这个插入档案 其实也蛮常被我们所使用的功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你打开一个新的publish 然后就请你用插入 然后插入档案来去做这件事 感谢观看